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久一点 来到这里没有让你觉得可以活久一点 至少还有三万年 是什么样的活动低点让长辈觉得还可以再活三万年一样精神百倍 这里是老吴老基金会举办的幸福年菜一主活动现场 由玉达高中餐饮管理科青年学子发挥专业 为独老长辈烹煮新鲜美味的年菜 基金会特别找来94岁王俭奶奶和74岁高爷爷来试吃年菜 透过团员一起吃饭 让独老感受过年围如氛围家节不孤单 五菜一汤一饭的年菜届时会在2月8号送出给基金会服务的独老长辈们 菜单包括里卖石井饭清蒸鱼白菜狮子头绘食书等 考量长辈饮食需求与习惯料理几乎没有油炸 以养生和营养均衡概念为主 整套年菜让长辈吃起来无负担 这一次呢我们是跟老吴老基金会合作 那我们是做给独屋老人 所以这次的年菜啊 我有特别设计过 包括有虾子 嘴虾 这是每年 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吃到的 那还有云饿 云饿的部分呢 是因为我们希望老人在 也是虽然是年菜 可是它还是有一个降血 还是有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 在里面 所以我在前菜的部分啊 特别设计的是凉拌匀的 跟我们的醉虾 那再来呢 我有猪肚四宝汤 这个 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个汤 一个热汤 那里面呢 我是用红萝卜 白萝卜 排骨 还有猪肚 一起下去炖的 也希望给长辈们 补充他们平常 那个元气 和平常手持到的营养 那用过年的时候 把它补回来 我们这边呢 蔬菜的量啊 在这一套年菜里面 我们配了很多 主要呢 我们也顾及到长辈 它的营养 那这一套 这一套的 它的特色 就是不用油炸 包括狮子头 我们也是把猪脚肉 把它剁剁 剁成几乎快要变成泥 让长辈吃起来 比较不会那么干 不会那么的柴 那整套下来 所有的营养 几乎都是很均衡的 因为有虾子 有蔬菜 还有肉 以上 谢谢 我们老委老基金会在 办理这样子 拥抱独大爱不不打烊的活动 其实 最终诉求的是 希望说 让我们很多的 独居的长辈 他们可以在年节之前 感受到一些温暖 那甚至后来我们延伸到 其实我们这样子的活动 它是一整年的陪伴 因为我们希望长辈不管是透过 可能用年菜开启一整年的幸福之外 它在每个不同的生活的阶段 它可能还是有它不同的一些需求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一系列的活动 包含陪伴他去采买年货 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 家里的一些电器啊 家电啊 可能会需要修散 甚至是说 他可能自己居住的环境 遇到了一些 需要做一些修散 或者是说设备替困的部分 那还有其他的部分 包括还可能长辈有一些未完成的一些愿望 我们会透过圆梦计划来协助他达成 那有一些长辈甚至他其实平常都是比较没有家人的部分 我们就也还有透过一日家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进行 让长辈感受到说 其实有人陪伴这件事情是很好的这样子 这次的活动是有一个市场的部分 还有一个收到年菜的活动吗 是 但我们这次应该就是我们第十八届 拥抱罗罗爱国党的部分 我们其实就是会先以年菜为主 那透过年菜来开启长辈一整年的幸福之外 其实我们也跟预打这边合作非常多年 那透过说他们就是师生为长辈设计的这一些 营养又丰富的年菜 那让长辈感受到其实大家 不管是不同的年龄层 其实都还是用他们的方式在关心我们社会上这一些独居的长辈 老五老基金会连续多年 在小年夜当天献主新兴年菜送到长辈家 陪伴长者温馨围 活动结合预达高中 让参与学生一展厨艺表现 更能借此关怀独老关注议题 期盼活动能鼓励更多社会大众 加入关怀与协助独居长辈的行列 老五老 越老活越好 Oh yeah 冬季是诺罗病毒及轮状病毒主要流行季节 依据疾管署资料显示 台北市近两年通报复泄群聚案件 有高达76%发生在11月到隔年3月间 其中有81%为诺罗病毒引起 任何年龄层都可能感染诺罗病毒 而轮状病毒则是引起5岁以下幼童腹泻最常见的原因 今天要谈到两个主题 一个是诺罗病毒 一个是轮状病毒 诺罗病毒通常发生的是年纪比较大的 大部分都是大人穿给小孩子比较多一点点 那么他大概都是发作的时间 就是以吐为主 大概一天到三天左右 他就结束了 轮状病毒就不一样 第一天第二天先吐 然后接着去拉肚子 那我可能拉七八天左右 慢慢慢慢地改善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说很大的死亡率的问题 可是一旦拉肚子的时候 他就发生他没办法散疤 没办法散课 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去照顾他要住院等等 一大堆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台北市卫生局 对这个轮状病毒疫苗的接种力 偷有做补助的这个计划 所以这个就对我们很多小朋友就非常的棒 所以轮状病毒跟NORAL病毒 我们再怎么样子的 最重要虽然他传染力很高 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怎么样去做计法 所以当他口语疫苗 可以是最简单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万一如果呕吐的时候 或者是常使怎么用 我们通常就是用1000ppm的 这个漂白水器做这个处理的模式 如果有真正的呕吐物出来的时候 那么就要用到5000ppm 这个就是一般的处理 马届儿童医院李鸿昌医师特别提醒 照顾腹泻孩童 避免常见的错误观念 应注意腹泻时更要及时补充水分 及预防电解质失衡 以免脱水 另外运动饮料含糖量高 应以口服电解质水溶液为主 并适时就医治疗 那当然一旦得到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水分跟电解质的补充 那么大笔上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尽量喝所用和药用的 或医用的电解质饮料 尽可能不要去喝 所谓的一般的外面卖的运动饮料 因为运动饮料它里面主要是这行 但是我们医用的运动饮料的 那个所谓电解质饮料 这两个不一样 那么对于电解质来讲的话 医用的通常电解质饮料只要高一点点 通常是35-50mEQ 但是市售的运动饮料里面 最高的是生活运动饮料 也不过是28.8mEQ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一旦有问题 尽可能是用医用的这个电解质饮料 这样来做处理 卫生局呼吁病毒性肠胃炎传染力强 容易在各年龄层中传播 一旦出现呕吐和腹泻等疑似症状 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 同时注意环境清洁 症状解除48小时后 再返回上班或上课 以免将病毒传染给家人或朋友 记者李奇会台北报导 民众聚餐或闲暇之余会小酌助性 但饮酒过量不只会影响个人身心健康 更会造成家庭与社会的问题 卫生局持续争取卫福部 酒饮治疗费用补助方案 若民众有饮酒问题 可寻求专业评估与协助 其实有一些个案 就是我们会发现说 它的喝酒状况 其实有一些达到失控的情形 好比说它已经就是营业量越来越大 然后整天都耗在就是喝酒这件事情上 没有办法做一些正常的工作啊 社交等等的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担心 会不会有一些酒精成瘾的状况发生 那这里就简单列了就是四个 就是筛检的问句 只要出现上面任何一个情况的话 我们就会高度怀疑 它有一些酒精成瘾的可等性 那需要就是尽快的转介到精神科 或是成瘾防治科去做一些评估跟治疗 那这四个问句分别是就是 第一个 如果当事人有没有出现过一种情况 就是他其实没有想要喝太多 但是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控制 就是不知不觉就喝过量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第二个则是就是 他周遭的一些家人朋友 其实会劝他应该要少喝一点 也就是这种情况被周遭的人 就是发觉到 然后提醒当事人 那再来的话就是对于喝酒这件事情 这个当事人他会不会觉得 好像会有一种就是不应该 或是会就这个罪恶感 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最后就是说 有没有曾经出现过就是在早上一起床 都还没有吃任何食物或吃早上的情况下 因为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 得要去喝一点酒 然后让自己好像比较精神恢复的这种状况出现 如果出现这以上四个状况的任何一个情形 那就要高度怀疾酒精成瘾的情况 然后应该要进入到精神科或是成瘾防治科 去做一些评估跟治疗 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已将酒精食用障碍症 列为影响全球十大疾病之一 酒饮者长期饮用酒精 会损害全身器官功能引发癌症 另外喝酒会脸红的人 代表可能具有酒精不耐症体质 会让健康损害情形更加严重 那其实大家比较常知道应该就是 比如说酒精性肝炎或肝因患肝癌 这个相关的疾患 是跟酒精有高度相关的 那其实除了肝脏疾病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些疾病的 就是风险瘾疾其实跟饮酒也大有关系 那这边就列举图就是一些 就是目前研究上显示说跟 就是长期饮酒精可能会导致的疾病的一些裂点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些失智的一些情况 那还有一些人士有些神经病变 好比说一些手麻脚麻 或是说步态会觉得不是很平稳 走入好像有点颜色导致的状况 那这个是神经的一些病病 那再来的话就是一些癌症相关的 好比说口腔癌、口咽癌、喉筋癌跟迟道癌 那可以看到就是跟就是我们的消化大持有关系 也就是说你酒一喝下去之后 它所到之处的这些消化到 其实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一些危害性 那再来的话心脏的部分 有一些人到后来会发现说有一些心肌肥大的情形 那这个可能也会跟酒精摄取的之间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那再来女生的乳癌的部分 目前也有研究发现说跟饮酒有一些关联性 那再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肝因化跟肝癌 那这部分就是相关性我想大家应该都熟门想 那也确实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情况这样子 那最后的话就是一些大肠之强啊 那甚至是骨质疏松 依据国建署国民饮食指标手册建议 以啤酒为例男性每日不超过一罐 女性不超过半罐 卫生局提醒民众留意自身与亲友是否有问题性饮酒行为 及早察觉并寻求专业医疗协助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三二一 为落实永续共融希望首都的城市愿景 台北市长蒋万安10日宣布 北市府率全国之先挂牌发行社会责任债券 共25亿元 将全数用于北市捷运建设与环境改善 蒋万安表示虽然社会责任债券利率较低 但企业购买后是公司治理 绿色金融等ESG评鉴非常重要的指标 在这里我要正式向大家宣布 台北市政府是领先全国 率全国之先甚至领先中央 成为第一个政府机关 正式挂牌发行永续发展战 这不只是代表台北市政府 我们推动永续发展 静零碳牌的决心 更是要让世界知道台北市政府 愿意呼吁全球静零碳牌 一旦永续的行动 我们会全力以赴 大家可以看到永续共融 希望首都 这是我们新市武团队上任之后 对于未来市政破坏愿景非常重要的方向 以及指标 所以我都请团队都要动起来 我们未来推动静零碳牌到2050 我们希望阶段性完成目标 包括居住 包括交通 包括环保 今天包括预设金融 全面往前迈进 所以我们正式发行永续发展的债券 永续债 也就是相较于公债 它的利率比较低 那同样的 我们希望透过绿色金融 创造三赢的局面 也就是对于政府 对于市民 对于企业 能够三赢 也就是对于购买 永续债的企业来讲 它可以列为金管会 包括公司治理 永续金融非常重要的指标 也是以ESG参考的本部 另一方面 我们这一次所募得的资金 也会用来台北市捷运新建 其实捷运的新建 对台北市来讲 这是持续的工作 我们已经有非常绵密的捷运网络 当然它提供市民朋友 便捷安全舒适的利润书 交通设施 每间有将近200多万的人次 而且能够带动 我们捷运网络周边 快速的发展 而这一次 我们有三个亮点 三个第一 除了刚刚讲到的 率全国之先 领先中央 第一个政府机关 划牌发行有需在 第二个 我们与国际接规 也就是在我们整个规划 我的计划书里面 我们是以联合国 SDG指标来对接 包括了SDG9 SDG11 也就是包括工业化的新创 以及基础设施 以及第11项 我们致力打造包容 永续韧性特质的城市 第三个亮点 我们也符合现在资本市场 协会他们所定的最新指标 也就是未来物质追踪资金本身的用途 以及以外他所产生的效益成果 所以我们三个第一 我们相信让大家看到 我们推动永续发展的决心 另一方面 我们也让大家看到 我们愿意为永续发展而努力 财政局表示 社会责任债券 是永续发展债券的其中一种 由于台北捷运 每天有近200万人次搭乘 北市府发行社会责任债券 可引导国内资金 投入具高度社会效益的 捷运路往建设计划 永续债 它底下有很多的细分类 包括社会责任债 还有绿债等等 但是它的核心价值呢 就是要透过发行公债 将所募集的资金 全数运用在具有环境效益 以及社会效益的资金 今天北市府选择发行社会责任债 就是因为我们台北市 绵密的揭路啊 我们希望让它不再仅仅是运输 更可以深化作为是我们提升 整个环境的教育 也可以是一个大家可负担的 一个基础的生活设施 让这个安全便捷舒适 费用低连的这个结育设施 成为我们台北市永续发展的 重要核心基础 今天我们发行永续债 吸引了20家业者的永运月参与 用实际的资金行动来支持 我们的捷运建设计划 我们所募的资金总额是25亿元 加钱平均利率是1.237% 除了利率地之外 刚刚如同市长这边跟各位媒体朋友 还有各位贵宾说明的 我们的三项首例 那这三项首例 真的是创下全国的这个先例 今天能够顺利发行 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财政局表示 北市府发行的社会责任债券 是国内政府机关挂牌的首例 也是首例将计划书内容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连结 同时也向世界宣告台北市永续发展 近零碳牌的决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宣告结婚怀孕双喜临门的艺人李千娜 受邀担任唐氏证基金会 2024年度公益大使 并特别出席2024隆喜围条例 爱不啰嗦春节礼盒记者会 与扮演邮差的唐宝宝及庇护商店青年 共同为大家推荐健康环保的春节礼盒 不管是中秋节或是各大节日 我每一次就会想到爱不啰嗦 就想说这次要送礼了 那我就是想到爱不啰嗦 因为你会想到唐宝宝那么可爱天真的一面之外 他们真的很认真在工作 尤其是这些手工饼 他们亲自做完之后自己包装 还有因为我会常去门市 然后就去看那些唐宝宝 他们就亲自服务这样 你就会想到那些画面 就会觉得东西又好吃 然后又看到他们认真工作 所以一定要特别支持他们 像每一次要参加活动的前一天晚上 我都会特别的兴奋 就是因为每次要期待看到他们 就是他们每天都是带着笑容 然后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他们是完全就像刚刚这样 做出一个什么行为举止 让你觉得他真的好可爱 对 就很自然的一个反应 就会让人想抱抱他们 对 然后因为爱不啰嗦 西班牙语也是在强调说 抱抱这件事情爱的抱抱 然后就觉得真的 就是我们要不断地给予 爱的抱抱 它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不管是在唐宝宝身上也好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好 我就觉得爱这件事情一直传递下去 尤其是用唐宝宝来引导我们大家 我就会觉得特别有意义 是 因为对我来说我会觉得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特别是不要为每一个人贴上标签 或者是用任何标准来看待每一个人 所以像我自己身为一个母亲 每次我在听董事长讲话的时候 我都会像我刚刚在后台听他讲话 我就会默默地想要落泪 因为他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这么多有爱的人 然后你们一起创造 这么好的多元的地方环境让他们成长 然后还可以让他们工作就业求学 我都觉得这些事情是很不可思议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在做这些事情 比起一般人还要辛苦跟困难 所以我就会觉得每次都会特别激动 你们唐室政基金会真的想得很周到 因为你不会想说 我只是要销售这个产品而已 或者是只是因为唐宝宝的手工饼干 然后特别有意义 不是因为他接下来还为了健康跟有趣这件事情 再做得更精致完善 我就会觉得你们真的很有心 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春节的礼盒 因为他的包装非常精致 而且又那个手杏礼盒 是是是 然后里面又是唐宝宝的手工饼干 我就觉得好喜欢看就觉得很开心 吃在嘴里但是温暖在心里 对对 很幸福的感觉 唐室政基金会推出的爱不啰嗦春节礼盒 不只设计精美更强调环保油墨环保设计包装 并结合环保议题推出使用回收宝特评 制作的时尚丝巾为包装 另外由于明年是农年 唐室政基金会特别以 隆时尾流利为主题 宣告基金会将继续坚守承诺 实践健康友善环保永续四大任务 那为什么都是有的力 希望有更多的孩子 现阶段还没有进入我们服务系统 都能够进来 那希望说我们怎么样子 明年的定调就是 从我们的健康到友善 到环保 然后到永续 怎么让他整个一个来做一个结合 其实不管是商品或照顾 其实健康是最重要 不管是爸爸妈妈 不管是在这边受照顾的这些孩子 其实我们从明年开始 我们一定会打造一个 让孩子在一个安全 在一个舒适 在健康的环境之下 能够成长学习 那商品也一样 商品其实我们今年就是从 怎么样结合一些健康 而且健康的食材 而且结合小龙 包括结合一些 大的很多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好商品 来跟我们来做合作 那友善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 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商品是跟很多的企业 或跟很多友善的一些团体来做联名 来配合 让这个友善它可以延续 而且可以善的新欢 让整个一个商品 未来都可以让更多人来做选购 那环保 其实今年我们特别跟FNG来做一个配合 那我们商品里面有部分的商品是用宝特瓶 然后抽杀 然后做出的围巾 或做出的那个包装 然后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包装环保 能够让未来所有的一个商品 其实除了健康 我们要讲求环保 那未来我们单位 其实我们都不用一次性的东西 我们希望说 不管是任了客人来 或从我们的所有的包装 或从我们的训练 我们都开始转变 怎么样来爱地球 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那如果我们不爱地球 其实未来整个地球 其实就会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麻烦 那永续其实就是 不管是跟我们配合的这些 叫做企业 那我们包括说在我们机构 然后我们所照顾的孩子 我们希望说今天你进入我们系统 我们就一辈子的照顾 照顾从小到大 甚至到中老 其实我们都希望说 希望说能够用全面化的 一生涯的一个规划 让整个一个照顾是可以永续 那包括永续包括人的永续 商品的永续 企业的永续 爱不啰嗦春节礼盒 有唐宝宝手作的蔓越莓雪球 娃娃酥 杏仁伯爵红茶饼干 南枣核桃糕等 精致礼盒 满足不同喜好与需求 更有与麻吉猫等IP品牌 联名推出的春节礼盒 让消费者春节送礼 有更多样的选择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什么珍珠奶茶的珍珠 竟然是塑胶做的 多吃这种瓜 和癌症说拜拜 全世界疯传的惊人事件 看到这些夸张的标题 您有什么感觉呢 会因为好奇而点进去一探究竟吗 还是已经知道 这是毫无意义的农场文 现在我们就带您来理解 假新闻的下标题技巧 教您聪明判别 一文章标题有夸大的声明 像是你不会相信即将发生的事 假的 二出现奇怪或不寻常的动画 通常都是骗局一场 假的 三跳出轻松赚钱等文字 绝大部分是诈骗 假的 四出现不常见的影像 例如疾病扭曲罩等 这是骗点击率 假的 五常见罐头用语 像是百万人公传 大家都惊呆了 简直太神了等 一样是假的 这些耸动的标题 就是希望阅读者能点击 点进去后的错误资讯 会造成民众对虚假内容的信任 或价值判断错误 因此我们要牢记 一看二听三想 让夸大的新闻标题 不再影响我们的乐听品质 中佳集团关心您 当归夹炖饭会是怎样的滋味 这道是山香乐眼当归炖饭 选用红枣穿穹 生须当归枸杞 桂枝 食黄芪甘草等熬炖高汤作为酱汁 搭配香料乐眼中西风味合并 美味又独特 这个是我们的十三香当归 乐眼炖饭 那它里面用到的中药材 主要就是有当归 然后还有一些川穹 桂枝 黄芪等等的新香料 去组合而成 那是非常适合在冬天的时候 我可以来做享用 因为其实烤肉是大家也是很喜欢的一个小吃跟美食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肉的腌制的过程当中也用到了很多中式的元素 比如说用酱油啊 或者用十三香去做调味 所以整体的呈现风味上来说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当归这个食材在台湾人的生活当中是很熟悉的风味 那我们想要用这样的中式风味去跟西式的料理去做结合 所以今天在我们餐厅里面呈现的餐厅都是比较偏向中跟西的风味去做合并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西餐的风味来说都觉得是很新奇 想要去尝试不一样的味道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风味用大家传统 印象中就从小在吃到的味道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把中跟西的味道一起在日常的餐点中就可以做呈现 同样中西风味融合的还有这道虫草香炉鱼 做野菇青蔬热沙拉 吃得到北虫草的Q脆口感 店内经典招牌剥皮辣椒香海鲜原汁面 也是用料实在口口令人满足 因为它就是装潢看起来还蛮温馨的 而且食物真的很好吃 它那个鲁鱼煎得很香 那个皮这样脆脆的 然后那个炖饭它有 大概有加一些比较不是西式的香料 而且吃起来味道蛮特别的 而且很丰富的蔬菜 还蛮特别我吃过一次它那个当归的炖饭 对 还蛮特别的 像我常常如果一个人出来用餐的话 我就会去它的这种店 它的炖饭 细腻分明 很有嚼劲 我真的是很丰富 好 我自己是觉得 它酱汁的口味蛮特别的 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吃麻辣的 所以我是给香麻口味的 对 那它吃起来就是香香麻麻的 然后它的牛肉咬起来很有口感 那北虫草它吃起来的口感QQ脆脆的 那是一般在中药材当中比较少见的 而且它是可以直接拿来做生食的 就是做食用的 我们最受欢迎的剥皮辣椒海鲜原池面 那这一道里面用到比较特殊的食材 就是有来自于花莲的剥皮辣椒 那跟其他香药去做结合这样 那里面也有用到螃蟹酱 这些比较偏向中式的腌制的风味 采用屏东县嘉东农会 莲雾果粒酱制成的气泡饮 还有经典的柠檬塔 是饕客吃完热食的清爽小点 连接了生活质感和幸福感 那饮料的部分这一道是我们的透红夹人 透红夹人我们选用了屏东嘉东农会的 莲雾果粒酱还有莲雾的糖酱 那会研发这一道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莲雾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会有相当多的裂果 那加农农会我们协助它把这样的裂果 变成是加工品 那进而再把它研发成到大家日常常用的调饮类这样 所以对于说我们进而研发出这一道透红夹人 它喝起来的风味我觉得会有一点酸甜的风味 那微微的有点莲雾香气 那加上我们用了气泡饮下去 会增加它的清爽感 兼具美味与人文温度的用餐体验 是店家想给消费者的感受 加上独特料理也时常吸引国外观光客来尝鲜 夏绿庆它当初创立的就是想要 营造给大家的一种公园旁边那个小绿洲的意象 那可以让附近的上班族或是居民在中午或者是晚餐时段 甚至是下午茶可以到这边来做一点放松心情 那而且我们研发出来的料理可以让他们有一种很熟悉的台湾味 那另外一点是我们的地点位于松山机场附近 那国境开放之后更多的观光客来到台湾 他们的首选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来到台湾必尝的风味料理 透过这样的料理方式 其实我两边的客群都可以去吸收得到 因为外国人来到台湾他就想要吃一点台湾的风味 但是这样的主体炖饭或者意大利面 又是他本身习惯的主食淀粉类 那对于台湾他想要尝试一点西式的料理炖饭意大利面 但是我给予他的风味也是台式的风味 他就不会觉得说一下子跳太远 因为我们团队大部分都从国立高雄参旅大学毕业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想要去发扬台湾独特的味道 或者是中式传统风味 那因为我本身是学西餐的 那如果我就现在在想说是不是西餐的料理 其实也可以融合进来这些台式的元素 中式的风味 让他来做这样的呈现 其实我藉由台北造起来的这个计划 我们从原本的夏绿地小吃醋的名称 改为夏绿庆 庆入新皮的庆 希望让大家有更多的暖心的滋味 可以在夏日里面品尝到一缕清爽的风味 意大利面店和其多 但结合中药材风味的实属特别 想知道香荣的滋味如何 来试过就知道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透过玩桌游 民众化身媒体业老板 如何经营产业与管理媒体成为当前问题 中家宽平和台师大西手举办的桌游竞赛 期盼透过游戏让民众从而了解媒体素养 这个桌游是可以透过扮演媒体的角色 那去让民众去思考说 其实我在看一则媒体的时候 其实媒体可能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操作 为了提升他们的收视率 提升他们的点阅率等等 那透过这样子的过程中 民众可能在接收讯息的时候 就会想到说 我看了这一则讯息 它有可能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 造成记者这样抱它 媒体这样子去操作它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提升说 你收到一则讯息 不要只是盲目的接收 可以多去思考一下这样子 活动现场让玩家带上VR 成为查核记者 在虚拟世界中探索图片的蛛丝马迹 还有专题演讲 探讨人工智慧对社会影响 此外中家也和台师大举办多场媒体素养讲座 研习工作坊 落实媒体素养教育 在整个台湾现在的媒体 真的是越来越多元 然后也因为它的多元 所以造就我们这些相关的一些媒体的 我想当然大家都有听过 什么假讯息啊假新闻啊 或说一些相关的一个媒体试图 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所以台师大大传所 这边其实非常非常注重 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素养的教育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 甚至在今年 其实我们就办了相关的一些影片的制作的工作坊 另外呢我们还有所谓的桌游 还有一些相关的媒体素养的一些活动 然后我觉得虽然说很辛苦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努力 让我们很多的成员 甚至是这些相关的一个影片的制作 我们也在一些我们现在的公用频道上面 甚至是我们的一个影片的相关的播放平台上面播出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 那目前因为公用频道德西民都是我们在南北各办了两场的工作坊 那总共产出了五十几部的影片 大概就是今年整个的 那参与的总共大概有五千个人士 但是我们希望明年继续努力 那今年比较一个 另外一个看人突然少了 就因为所有的去桌游 三十几位朋友现在在那边比桌游 所以我们希望 桌游是我们过去两年的一个计划成果 但是今年又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要开始玩狼人沙啦 剧本沙啦 如果现在年轻人可能知道 我们今天努力看看 那助理希望说开始跟AR VR做结合 我们发展一些虚拟实境的一些游戏 那我想从游戏中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一个主题 现在在这边显示 我们就是说玩桌游 学术呀 那比较特别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桌游 大概线上现在已经超过五十次了 我们甚至有来自印尼 马来西亚 香港的学校的申请 那我们助理会会还利用他回家休假的时候 到大马去教学校的老师怎么玩桌游 那我们也很高兴有很多大学的一些伙伴 来自我们的新闻系 或相关的一些科系一起来参与 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师大出发 用产业的支持 我们到各个大学的资源也结合 让我们培养一些大学生 他们能够担任我们的队伍 但在队伍的过程里面 他就知道我们的理念 然后共同来推动一些我们素养媒体 像我们媒体素养相关的一些教育活动 那就像刚才那个我们陈娟提到一件事情 现在孩子们的学习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以前的学习呢就是老师讲 我们就很容易用文字 或者是很简单的图表去理解 现在大部分的孩子学习比较识别化 所以所有的这样的导入其实是 让我们孩子多一点的 不同的一些媒体 我们讲的离不同的管道 让他们去理解媒体其实它的呈现方式越来越多元 包括未来可能我们有元宇宙这样的东西产生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沉浸在一个ARVR之中了 不再是说我们要戴个眼镜 也许未来我们不用戴眼镜我们整个人 就用一个虚拟的身份 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跟别人交流 所以未来这么多的想像 我们对于所谓的媒体素养的宠心地理 也可能是我们未来的课题 所以我们希望中佳 苏惟有限工资继续支持我们 那真的是做了好多年 然后也重视公民禁用 公共禁用这样的理念 然后付诸实践 那做了很多年 那只是说这两年 因为有中佳集团的补助 那所以真的是做的有声有色 中佳的确从108年开始 我们把媒体素养设定为我们社会责任很重要的一款 那中佳集团旗下有12家的有线电视系统 其实我觉得在这从108年到现在112年 5年了 所以媒体素养这件事情 变得越来越难懂 还要与时俱进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个秉龙老师 那因为台市长其实每一年 我们他都会提案 而且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创新 那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那刚刚NCC委员这边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期许 不要说交付款 其实我们是很高兴 你指引我们明灯 所以我们就继续朝这个方向走 为了鼓励媒体素养教学在各地扎根 这边是很高兴的 这边是很高兴的 信守承诺的态度是迈向成功重要的一环 我们的主题是约束 然后所以我们的表演内容会跟约束有关 像是我们的戏剧啊我们的跳舞啊那些的 对会连接对 像我表演项目就是关于舞蹈的部分 传统舞还有现代舞的部分 我们日文是yakusoku是约束 然后翻中文的话就是手信用 对然后手信用就可能很多歌词里面会 可能表达出那个手信用 就是会讲到手信用的那个字 以及他们想表达这个意思 我们必须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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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ki 带 Yuki 陈发重头戏 《白鹤的报恩》戏剧 以日本民间故事 呈现出不同时期 在承诺约定时的精彩诠释 包括全程日语发音 编创剧本 道具 学生们展现三年所学成果 我是戏剧里面的女主角 我是白鹤 对 然后白鹤就是 在故事中我是扮演着 被老爷爷救下 然后之后来去报恩的 的一个故事 对 老师这三年都教了很多 我们从一开始的萌新 现在都变成日语 有些人日语都很流利 对 像我们戏剧那些 台词嘛 有些很多 被老师他们的指导下 所以让我们就 很快就可以背起来 这三年来 刚开始 呃是对日文很不熟悉 但是这 这三年来之后 就是到了 已经过了三年了 然后 就是可以让日文讲的比较流利啊 学到很多日文相关的知识 以及文化 那我们本届也获得了日本交流协会 藤田先生 他是负责交流协会教育的官员 全程来跟我们参与 非常的肯定 我们到江商职 应用日文科各项的表现 而也肯定 我们所有的同学 在日文的流利上面 还有表达上面 都是有非常好的成果 印象坤课 就是像我本来是说 那开场我们可能今年是不是要改一下 他们说老师我们真的想跳 那我说好 那你们跳 然后他们展现出来真的非常的不同 非常的团结 那这是我本来没有想到的部分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最后有一个 就是抛彩带的部分 对 他们也很努力的一直去想抛出那个感觉 然后再来最大的亮点就是他们的老师 也愿意陪他们一起跳舞 有一个节目 他们其实都非常努力 每天都是利用课余的时间 一直不断的练习 那真的还蛮出乎我意料的 表现得真的不错 对 蛮肯定的 困难点的话当然就是因为他是老先生跟老太太 对那小朋友这个年纪要去揣摩 老先生跟老太太的确是比较难一点的 然后加上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之类的 所以他们在互动上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自然的演出 就是夫妻之间的感情 对这一块是比较难的 但他们也很努力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白鹤的部分 对那我们就尽可能去揣摩出那白鹤他就是越来越消瘦的感觉 应日科有中日籍日文教师晚善规划课程不仅教学活泼多元 111学年度更首创深优专才主邀请业界首屈一指的深优老师之道 欢迎喜欢日本文化想学习日语的学子们加入道江商职应日科的大家庭 因为我们就是这几年我觉得深优这个应该是说动漫吧 因为来念日文小朋友对动漫都非常有兴趣 然后再来就是这几年动漫成为一个产业链 那里面有非常多除了画画以外可能有深优的部分需要我们这方面的人才 所以我就引进了深优的课程 那我是请了那个角娟老师他们的团队来帮我们上课 就是业界非常有名的老师 对然后让同学就是多一节深优的课程 那我们今年去参加 今年参加那个配音比赛就有同学得到那个个人奖 对 毕业生在成果发表表现出色 透过多元演出展现三年来对日本戏剧文化语言等各方面的认识及掌握 同时环绕主题承诺 这也是师长们期许毕业生能学习到的态度与价值观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自爱水第一区管理处人员详细说明加战的自动监控功能 为了解决基隆市许多高地社区的供水问题 在立法委员蔡世英积极争取下 中阳终于在2019年核定高地供水补助方案 让基隆多个社区陆续获得改善 其中总经费2900万元 由中央补助八成居民分担两成的 富度新城社区高地供水改善工程终于完工 加战也赶在农历年前正式启用 230户社区住户不用担心用水问题 大家都有个共同的信仰 希望把富度新城用水的问题能够解决 那适应过去在立法院处理了中央的专案之后 这个专案就是落实在富度新城这个社区 那今天是启用的典礼 230户的住户 未来的用水不用担心会停水 也不用担心停水的时候 包括主委包括官员会 找不到人可以处理 为什么 因为未来有水公司全权来做协助的处理 所以在这个部分非常的高兴 富度新城社区主委回忆 过去曾发生因为漏水造成当期每户水电费增加1200元 整个社区共增加20几万元的离谱情况 因此特别感谢蔡司英委员中山区市议员的帮忙 以及中和里长蔬菜学每日监工 让居民摆脱数十年的梦魇 有一次我们水费电费最大的数字还增加到一户1200块 230户你们就可以算出那一起我们的水电增加了整个社区20几万 我算一算真的真的太恐怖了 所以这次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蔡立伟以及台水 还有我们中山区的议员 能够帮我们解决这几十年来的用水问题 由自爱水公司接管后 不只稳定供水降低社区漏水度数 附渡新城加车更透过自动化讯号回报监控中心 及时发现提早处理 自爱水公司接管了以后 变成是说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加车的信号 我们会回传到我们的区管理处的监控中心 那我们的监控中心有24小时的专人的摘轮班 那我们会看各个加车是否有异常 在民众还没有反应没有水的时候 我们的监控中心就可以提早发现 那可以提早处理 中山区市议员施伟正张炳钧及郭美秀 也出席见证这个重要时刻 施伟正感谢水公司的帮忙 也提醒水公司注意地势较低住户的供水问题 在这边也是希望如果在水公司遇到我们 浮渡新城有遇到这样子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一并的可以改善排除 就不要再让住户有这么多困扰 因为大家期盼这么久 我们都希望他们用水可以顺利 除了解决供水问题 浮渡新城社区连外道路路面重铺 更获得中山区市议员施伟正张炳钧 及郭美秀不分党派的支持 希望能如期在联中发包试作 在整个社区的连外道路的部分 也配合这一次水公司的水管改善完毕之后 那我也非常感谢张炳钧议员跟施伟正议员 他们愿意再协助来做后续的道路铺设的维护 那这个部分已经跟市政府也都谈好了 其实我们刚刚有讨论到 这条路可能不值个百万 所以现在美秀前也一直回去 我相信这是最好的 能让所有的住户有一个快快乐的出门 然后拼拼安安回家的道路 这是我们说民意代表所期需的 金钱方面我们也尽量 据了解 山海关社区已经完成申请 渴望今年动工 还有农底中国社区也表达争取意愿 蔡世英呼吁其他有高地供水问题的社区 把握机会 紧速向水公司提出改善申请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进出华星一路的汽机车 不但数量多 车速又快 经过立井天下社区外面时 又会跟进出社区的车辆 形成交织的状况 社区住户特别是老人家 过个马路更是提心吊胆 这里是位在七堵区有类地区的 立井天下社区 因为居民担心 社区外面主要道路华星一路 因为行经的汽机车 经常车速太快 对进出社区的汽机车和过马路的居民 特别是老人家造成交通安全上的威胁 因为我们立井社区里面的住户 有大概 大约有两成左右 都是年长的 都超过六七十岁以上的年长者 他们每次有需要 进出这社区门口的时候 因为这车速 经过的车速都非常快 为了保障我们这些连长的住户的安全 我们非常感谢张议员跟萧里长关心 也因此社区主委特地向市议员张耿辉和当地友谊里长萧雪反应 张耿辉也立刻邀请市政府交通处科长以及人员办理会刊 预定三月份就会增设两面 夜间也会亮光闪烁 减速慢行的警示标志 提醒驾驶人经过这个路段时 放慢速度减少意外发生 经过我们地警天下都速度非常快 那为了安全起见 前一阵子经过地方上的反应 里长的反应 广委的反应 耿辉也迅速的请我们交通处相关单位来会刊 今天会刊的结果 希望能够在我们地警天下前后段 希望设置我们太阳人的有关的当心行人 前有行人 请他们驾驶人员能够减速慢行 不要造成意外事件发生 那同时我们也呼吁我们这边行经 我们力警天下的这些 不管是住户行车也好 还是我们经过此地也好的行车的驾驶 希望能够注意到这边行人有在走的安全 没有方理点的管制 因为大家都说一百流流去 大家开车都非常的快 也影响这边里面的行的安全 那我们希望张科长能够 在这一小段的部分 包括立业山庄整条路 是不是来设置一个警示的标志 慢行或许是用一个太阳冷的灯 能够让里面一个安全的道路 市议员张耿辉也非常感谢市长谢国良 非常重视市民朋友反映的大小交通安全问题 也让主政下的市政府团队在协助改善交通问题时 行政效率又好又积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我到华纳社区这里 这进春 特材器 黑包 都很危险 十多年 都很危险 都没有红绿灯 如果跟那边的红绿灯这样串远 这样子很好 表示整个社区进出的安全 行车的安全 都很棒 所以很感谢张议员的争取 跟市政府方面的补助 这样子感谢 不啰嗦 谁为社区住户争取更好的交通安全 就感谢谁 特别是十多年来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设置红绿灯的问题 这里是七堵区六堵二街 和弓箭路路口货柜车等 大小车辆来来往往 又刚好是大型社区住户进出的路口 之前许多年来 因为没有设置红绿灯管制 社区居民和附近公司董事长都说 这里经常发生车祸意外 虽然民众持续争取 不过多年来一直没有下文 直到市议员张耿辉 邀及市政府交通处人员办理会刊 目前已经完成加装红绿灯耗制 也改善了这个路口的安全问题 医院一定从来车辆进出的路口 做的对我们公司社区 当然是一个车辆啥 车辆成了西速 最尽量都要车辆 车辆车辆 交通的改善 有这个红绿灯 对我们车 人 安全都大大的提升 非常感谢有关单位 市议员张耿辉则是非常感谢 市长谢国良的支持 和市府团队的高效率 体恤民意 重视交通安全 短时间内就装好这个看似简单 却等了多年的红绿灯号制 这一任我们县市长上那以后 他非常重视 尤其在交通处的王处长 积极的督促一下 那也顺利的完成 在未来的话 可能也防止一些意外的车祸事件发生 因为这边的话经常我们听我们 林董事长他们上班 经常他的因为办公室就在楼上而已 一碰撞的声音 他马上窗户开开 就又发生车祸 一下子每几天又是车祸 不是机车就是汽车 所以这个红绿灯设置以后 对待玩我不管是我们房门头天也好 我们这边公司的住户也好 还是行走在这边都非常一个既有比较安全一点 我想再次的谢谢我们 谢市长的团队 张耿辉进一步表示 民众和住户告诉他 这里的红绿灯迟迟不敢设置 是当初主管机关担心路口和路口之间距离太近 交通尖峰时间恐怕会造成塞车 现在市府交通处调整前后路口红绿灯采用联动方式 一起绿灯或是一起红灯 实施后并没有发生塞车的情况 却减少了可能发生车祸意外的问题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